这两千七百一十一章 听君一席话 胜夺十年书 好了 都起来吧 雷先轻轻一抬手 平淡的声音传入耳朵 多谢师叔 三人又行礼礼 最后才毕恭毕敬的起立 师叔 弟子封两位师伯法御 将这宝物带给你 那荣雅男子一边说 一边伸出手来 在腰间一拍 灵光狂闪 紧接着 一口淡银色的箱子 浮现于眼前来 长不过半尺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林轩目光扫过 只见箱子的表面 还被人吓得禁制 既可以防止里边的宝物 灵性流失 同时呢 也有防盗的效果 只要禁制不曾动过 就证明箱子交到三人手里 他们一直好好地保管 不曾私下打开过 灵性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师姐倒满细心的 虽然在他看来 这样的动作 纯属多次一举 本门弟子就算送他一百个胆子 又怎么敢私下打开 他上长老交付的东西 不过从这一点 也可以看出对方的重视 林轩嘴角微微地勾起 牵扯出了几分愉悦的笑意 绣包衣服一到青霞飞离而出 将那箱子拖住 显然那扇门的禁制不曾动过 林轩手一抖 箱子表面灵光大作 随后居然消失不见了 而三人则目不斜视 只是束手站立在林轩身侧 嗯 你们很不错 三人对话林轩既听到了 当然知道 他们在这里苦守了数十年之久 虽是宗门安排的任务 但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 师叔过语了 弟子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 可况能为师叔小全马之劳 那是弟子三世修来的先父 怎么敢严辛苦呢 那荣亚男子巧言会说 这一番言语听的林轩也十分的舒服 虽然明知道对方是在拍马屁 但既无恶意 听听有什么关系呢 仙人尚且有喜怒哀乐 林轩自然更不会不食人间烟火的 马屁这东西啊 偶尔听听 也是能令身心愉悦的 好了 你不用往林某里上踢进来 林轩白了白手 自然不会沉寂于对自己的奉赏之中 林某知道 你们在这里等了三十年之久 也算劳苦功高 我这座师书的自然不能 不有一点回报 这样 你们每人可以问林某三个问题 当然是关于修行方面的 林某只要晓得 就不妨提三位解惑 多谢林师叔 虽然有所揣摩 以林轩之大方豪狂 对于三人送保之举 肯定会有所表示 但也没想到 是这样的一份厚重的奖励 没错 林轩是没有拿出任何宝物 但是 许诺他们每人问三个问题 这是何等的好事 俗话说 听君一席话 上读十年书 林师叔在云引宗弟子的心中 可知近似于杜杰其存在的人物 偏偏却不收图 他的折点就显得尤为难得 听上那么一句呢 若是真问到点子上 不晓得 会少走多少弯路 甚至因此将眼前的瓶颈 彻肘突破 也是大有可能的 这奖励说千金难求也不为过 胜过一般的法宝 但要许多 林师叔果然出手扩撤 三人 欣喜之余 心中也酝酿着 盘算起该问的问题 毕竟每个人的机会只有三个 林师叔既然事先说明了 那想必便是多问上一个 他也不会回答的 机会难得 需要好好把握 每个问题都需要斟酌 千万不能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给错失掉 林轩明白他们的想法 因此倒也并不催促 笑颜颜的等得约 遗嘱香的功夫 好了 你们可想好打算请教林某学们 林轩虽然不急 但也不可能一直在这儿 陪几个小辈将时间耗下去 微笑的声音传入耳朵 三人明明相去 表情节有些迟疑 最后 却由那清秀女子踏进一步 师叔 这第一个问题 还是由妾身来问的好 行 你说 林轩自无不可 虽然会由此女率先提问 令她也觉得有点意外 不问那又如何 林轩自问涉猎广播 正魔兼修 还通晓妖族秘术 其他几个修心流派 虽然不曾认真学过 但也多多少少涉猎过一点 以她的修为见识 其他几名洞宣妻修士者一货 自然算不了什么 这点自信呢 林轩还是有的 否则也不敢在这里夸下海口 既然信心实俗 谁先发问自己 也就不重要了 多谢师叔 此女先是莹莹易服 最后 英纯微起 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请问师叔 修炼化剑为丝神通的时候 体内原因该如何运作 才能将有形之剑 毫无迟致地 转化为无形之剑呢 听着这个问题 林轩微微一恶 此女是天剑风的 昔日该迈之主 天玄剑尊 就是遇落在自己手中 金丹与天剑两迈 也因此有了一些芥蒂 不过时已时宜 林轩如今的身份实力 与当日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天剑风的弟子 同样对其忠心佩服 这点小恩怨 林轩也早就不放在心中了 而林轩虽然不是纯正的剑修 但竟然以九宫虚线为本命法宝 与化剑为丝一道 自然也是颇为精通的 有形之剑与 无形之剑间的转换 却是颇有难度 也就难怪此女会选择这个问题 来请教自己 你听好了 林轩嘴唇微动 却没有发出声音 恩是施展传音入密之处 你的神识之强 除非是杜吉奇修时尽在之耻 否则也不想偷听到一分一毫 林轩既然说了 只让他们每人问三个问题 在其中一人发问题之时 他自然是单独解答给他 否则岂不是让另外两人占的大便宜 不是林轩小气 还是三个人的功劳 也只配三个问题的奖励 林轩做事情向来是公平交易 通所无际 见林轩书传音入密 如亚男子与长袍老者 难也失望之色 虽然这种情况 他们舍心也曾想到过 但内心深处却都希望 林轩书能够网开一面 让他们旁听一二对 虽然别人说题问题 与自己想要得到的解惑 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 然而 畜类旁通之下 说不定也会大有注意 可惜啊 林轩书并不愿意 这小小的愿望 也就渴望而不可及了 两人心中失望一极 当然 却不敢有分毫的运游之意 一边恭敬而立 一边悄悄抬起头颅 以眼角的余光偷看师妹的脸色 这间的清秀少女戴眉微微皱起 然而随着林轩的传音入密 脸上的迷茫学渐渐的延去 其而代之的是恍然大悟的惊喜 既然 她从师兄那里获得了想要的解惑 且受益良多呀 两人虽然没有听见 林轩的具体传音了些什么 但也感同身受 心中即使欢喜 越发用心酝酿起心中的问题 看是否是自己如今最需要的 魔神擦掌 只能将困扰自己多年的修炼疑难解去 终于 林轩解答完了清秀少女的第一个问题 挥挥手示意她退下去 随后转过头颅 示意另外两人可以问出自己的问题 多谢师叔 那如亚男子踏进一步 同样是拱手为理之后 最后嘴唇微起 迫不及待地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的过程不用多说 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 前后大概花费了一个时辰左右的功夫 三人的提问都已经结束 脸上的表情是既欢喜 又意犹未尽 欢喜不用说 多年的困扰得以一招解惑 怎么能复习的抓耳挠腮呢 至于意犹未尽就更好揣摩了 问的问题只有三个 实在是远远不足 假如能够多上一些 三人恨不得拜林轩为师 当然只是想想 不可能那么莽撞 毕竟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 就凭他们是不配于林轩有师徒支援的 不过下次说是再有与林师叔有关的任务 他们一定赴汤蹈火 就算强迫头也要拿到手 毕竟那奖励太丰厚 好了 三位失职 提问即结束 你们三个也可以各自请便来 雷轩淡淡的声音传入耳道 算是闭门送客了 是 多谢师叔为弟子指点迷惊 事实们感激不尽 三人齐齐行礼 随后恭敬地向后退去 然而动作却并不相同 那清秀女子的脸上明显带着几分彻疑 另两人已是凌芒大气 将要破空飞去 此女却突然转过头颅 反身冲林轩败了下去 师叔 弟子还以不请哲请 请师叔恩准 再让师指问三个问题 此话一出 不止林轩连带意外之色 另外两人 那儒雅男子与长袍老者也惊呆了 哥师妹 你 你能够两人经过 在他们心目中啊 哥师妹不是那么不知进退的人物 不错 他们是为了向林师叔递送宝物 在这里等了数十年之久 等林师叔也没有白拿就算了 而是 需以每人三个问题 这的奖励不是太轻 而是太重 可以说大放一击 到了人之以尽的境地 就拿他们两个来说 虽然已有伪足 但也不敢 不知进退的再要求什么 师妹这是怎么了 师妹这是 怎么了 居然敢 无端提出这样的建议 难道就不怕林师叔 不然大怒 这一小小的洞宣期修仙者 怎么承受了师叔的雷霆之火呢 人贵之俗 师妹此举实在是太鲁莽了 不过两人惊讶之余 心中更多的是疑惑 他们与葛师妹相交也有万年了 也带着秉性很清楚 御师比自己还要冷静许多呢 不论怎么看 都不会像如此不知进退的人物 难道说这其中还有什么内心不成 除了疑惑还是疑惑 当然两人现在是一举嘴也不敢开的 祸从口出 他们可不想与此女一起 承受临时术的雷霆之怒 而此刻林轩已微微低下头颅 将目光落在那贸然开口的女子身上 但是几分饶有趣味之色 然而表情却是冷冷的 你们在这里等候林某数十年之久 也算劳苦 但林某滋问不长已经足够了 怎么 你之前三个问题还不够吗 切记人不可太贪心了 林轩没有立刻发火 但这番话明显已还有几分点醒之意在里头 现实是我的教诲 不过您误会了 弟子虽然愚钝 又怎么会不知足 我还想提三个问题 是因为弟子修炼了一些疑难尚未解决 放眼本门 哪怕只有您能够提点于我 不过无功不少路 弟子也不管无端让师叔白忙活 我这么说 是打算与师叔做一个交易 与我做交易 这可有意思了 你却不妨先说说 可林某是否感兴趣在座定夺 你要晓得 能让本座看中的宝物并不多 林轩一手符 略露出了几分意外地说 师叔放心 弟子竟然敢冒昧这么做 对于自己能够拿出来的筹码 自然也是有那么几分把握的 绝不敢无中生有地戏弄师叔 这林轩没有发火赐女大喜 绣袍一幅 灵光闪过 眼睛却是出现了一颗 龙眼大小的珍珠 这是 林轩先是一代 随后眼睛却是微眯了起来 你的见识广播 当然不会真将此物 认成珍珠的 这叫印象珠 乃是积上古的时候 修士用来记录影像文字的一种法器 作用有点类似于玉童 然而却还要神庙的多 甚至有几分类似于虚与宝物 然而炼制之法早就失传了 现在能够见到此物的机会可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寥寥可收 林轩以前也仅仅是在顶级中看见过描述 没想到此女能够拿出此物 那么她所说的交易 还真不是无敌方式 印象珠 没想到区区一名动玄器修士 还拥有这样的宝贝 若是印象珠的话 却有本作交易的资格 不过值不值林某三个问题 还要看过再说 这是应该的 此女当然丝毫意义也无 逼宫逼近地将那印象珠 递了过去 雷轩袖轻轻地一卷 已将她取到指掌之间 随后用食指拇指捏着 微微地下头颅 将食指沉入 一阵炫目的白光闪过 雷轩猛然抬起头 神师居然被反弹回来 这 极品师说 此物似乎有某种禁致 是只曾研究过多次 却根本解不开 清秀少女黄极的声音传入耳朵 雷轩动作太快 让她根本来不及提醒 此刻 她的脸下白了 生怕失书 因此误会 2713章 远古 阿修罗王的背影 好在这些 担心是多余的 雷轩又怎么可能 疑心一个小小的动旋器 修饰安算自己啊 岂不说对方 没有这么做的动机 就算有 其他一百个胆子 依旧不敢这么做的 是自己太过大意 这印象珠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神妙那么一些的 然而雷轩却不经反省 这从另一个侧面 更加证明了此物的价值 不过有一点 此女的描述 那是并不准确的 刚刚的变故 自己的神识被反弹 并不是因为这印象珠 被古修时 设下了尽致 而是由于神识的强度不足 从这个程度 也可以看出 此宝的玄妙之处 门槛提高了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别妄想查看里边的东西 这与神识是息息相关的 丝毫去巧不得 见那清朽少女 一脸的惶恐之色 雷轩笑了 出言安抚 你不用敬意 是林某大意 不怪你的 欢迎未落 林某已重新低下头颅 这回 他不再流利 而是深深呼吸 将强大的神识 完全释放出去 神识原本是 无视无形之物 然而林某的神识 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算与杜杰期的 老怪物相比 依旧留不及 但那相差 肯定也不会是太远的 群力放出的一瞬间 周围的空间 都出现了扭曲 隐隐还有一丝 一丝的裂痕 出现在尸心里 虽然那裂痕 细肉发丝 但依旧让周围的修饰 悍然不已 仅仅神识 就有如此效果 传言 林某一丝出一身实力 堪比多极其老怪物 果然不是空穴来疯的 除了惊恶 还是惊恶 三人的眼神 写满了憧憬与佩服 不过这一切对林某来说 都不是很重要 如今这一门心思 都放在眼前的印象中 随着时间的突移 林某的脸上渐渐 都躺下斗大的喊地 以他神识之强 居然依旧感觉到吃力 不 正确地说 是吃力无比 好在这番努力 也不是白费力气 林某终于看见了 印象珠中 所隐藏的东西 在那一刻 林某脸上流露出来 极度吃惊之所 即便以他的诚服 也掩饰不住 因为那一切太真实了 林某所看到的 不再是一个影像 而是仿佛身灵其境的 来到的一个战场 上古时期的战场 大地崩塌 天空已经踏险 整个空间都是混沌的一片 然而就在这诡异的环境中 却有无数修饰在厮杀 近期纵横 法术如雨点般清洗而下 那些修饰实力之强 林某呢也特别观止 心底直冒凉气 举手台足间 足以开天辟地 只见一身穿如袍的修饰 一掌灰出 上世间整个空间完全的碎裂 破碎的空间甚至无法弥合 这表示连天地法则 都已经逆转掉了 一场千丈的巨大掌印 出现在虚空里 林某骇然不已 在这一刻他感觉自己仿佛蝼蚁 突然呢 一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月儿 林轩一声惊呼 难以眼惊喜之色 但很快 他发现此月儿 非比月儿 与自己熟悉的爱妻 颇有几分差异 虽然美与金 一些是月儿的影子 但他明显要更加的美丽 用燕绝三姐来形容 那是一点为过的 自从踏上修心之路 雷轩见过的角色美女 数不胜数 但能与眼前月儿相媲美的 唯有滨海界见过的清修国主 九位天狐 如此 此女的身份呼之以出 阿修罗 雷轩做梦也不曾想 能在这里与月儿的前生相遇 不 不能说相遇 自己只是站在这里 作为旁观者 一度与他有关的善古隐秘 楚达修罗 雷轩还看见了一些 不可思议的强者 每一个他们的实力 都彪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三大散仙 三大妖王 似乎都出现了 甚至还有古魔 对 也是自己熟悉的那个 九位真魔始祖之意 兵魄 虽然他的本体 林轩不曾见过 但降临的分魂 从容貌 还是颇有几分相似的 不难辨认出 林轩是真的吃惊了呀 月儿率领的阴丝鬼物 灵界的散仙 以及妖王霸主 甚至雷古魔的出现了 这是三界大战开启吗 三界强者 进阶混战于此处吗 那场面带给林轩的震撼 是无以复加的 很能用言语描述 林轩作为旁观者 只能吃惊地看着 什么也不能做 他的心中不由地 唯一而担心起来 虽然林轩也觉着 这样的担心 纯属多此一句 因为眼睛 虽强者无数 但阿修罗王 无疑是其中最强的 可话是什么时候没错 然而观心则乱 也是人之常情 林轩又怎么可能 做到丝毫不担心呢 他的目光随着 悦而游移 很快 林轩却发现了 一个重大的隐秘 嗯 也不能说是隐秘 但总之是 非常的不可思议 隐私鬼物 灵界强者古魔 他们并不是 完全敌对的 怎么说呢 场面非常的乱 敌人便是 古怪到几点 也是有人 有妖 有骨魔 林轩甚至看见了 几名大妖鬼 恶狠狠地 向月儿扑得过去 有没有搞错呀 阿修罗王在 阴私中的地位 不是如同神一样吗 不可亵渎 那几个恶鬼 究竟在做什么 眼前的一幕 已经无法用常理表述 而接下来 入目的情景 更让林轩惊呆了 兵魄作为 尊贵的真魔石族 他的身边 一直有几名 忠心耿耿的 侍卫陪伴着 说是侍卫 然而实力 都是杜劫器 放到别处 那可都是 威震一方的圣族 然而此刻 他们却忠心耿耿地 围在兵魄身侧 兵魄究竟如何 收服了 这几位实力 卓绝的手下 林轩不清楚 但他们的忠心 确然是 不容置疑的 甚至面对一些 可怕的攻击 以兵魄之能 也无法躲 就有侍卫 冲上前去 用自己的身体 被他挡住 这样的铁位 令人羡慕 然而这篇 林轩感叹 还没有结束 前一刻 还对兵魄中心 耿耿的铁位 其中有一个 突然像 发疯掉了 整国身体 就拼命地 向后边的冰魄 冲了过去 并爆发出了 最致命的攻击 如此变故 让林轩也惊呆了 与他见识广播 这样的事情 也是 闻所未闻的 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第2714章 意犹未尽的 三界隐秘 林轩不晓得 冰魄的脸上 却没有迷茫之色 与手一扶 亮丽的光滑闪过 空间在那一刻扭曲 如同脆弱的 玻璃般碎了一地 雪花冲天而起 那名发疯的铁位 已被他亲手 灭杀掉了 冰魄的眼神 冰冷无比 然而林轩却 由某底深处 看到了几分 痛悔之意 显然他这么做 也是不得已 这中间究竟 有什么隐秘 那世卫 可是圣族级别的强者 什么人 能一瞬间 将他操控 便是真心 也不一定 能够做到 雷千心中 惊骇无比 同时又充满了 迷茫之意 放眼望去啊 人妖拱魔 还有阴死鬼物 彼此厮杀 却又彼此扶住 前一刻 还亲密无间的战友 下一刻 却突然就 冰刃相向了 事先分毫征兆野物 就仿佛突然 犯魔掌 发疯掉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三姐之间 不应该 仇怨重重 阿修罗王 甚至带领 阴死鬼物 将灵结 杀了个血流伤河 为什么此刻 认为阴死之主的他 却与散仙妖王 真魔始祖一起 并肩作战 上古究竟发生过什么 三界之间 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雷神一步一步地 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可却越发地 云里雾里了 起初以为是 阴死界与灵界之间 有着解不开的仇怨 如今看来 远远还没这么简单 再想想 阿修罗王 以仁之利 赴北极元光殿 对战三名尊仙 以寡敌众 原本已是弱者 可在临行前 却留下自己的 学阴宝盒 甚至将小桃的记忆 用神通风引住 种种布置 绝不是无敌方式 这一切 究竟是为了什么 雷炫迫切地想要晓得 然而偏偏就在此刻 眼前的画面 却夹然而止 雷炫的神识 也由映像桌里弹出 此物虽然不俗 但容量也是有限的 所记载的东西 也只有这么多 可恶 雷炫在那一刻 几乎要发疯掉了 好不容易接触到 与月儿有关的线索 好不容易 三姐之间的秘密 有机会触摸 可就在关键时刻 就这么没有了 即便他心智远超 常人许多 可这种事情换作谁 又能够不郁闷呢 雷炫毕竟做不到 超凡脱俗 何况这里面 有他所关心的人与事物 当真是可恶呀 师叔 雷师叔 您怎么了 就在林轩懊恼无比的时候 呼唤声却又传入耳朵 他抬起头颅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 清秀的瓜子脸 然而此时此刻 却是满脸的畏惧 与惶恐之色 同时 焦急的成分更多 不愿说 是那清秀女子了 此时此刻 他又怎么可能不焦急呢 雷师叔的神童 果然非同小可 不负所望地 打开了影响珠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将他吓呆了 雷师叔 面容扭曲 表情争鸣无比 就仿佛 就仿佛要走火入魔 此女怎么可能 不诱惊诱惧呢 雷炫在本门的地位 他晓得 对于隐隐宗来说 雷炫远非一般的 太上长老那么简单 他还意味着希望 本门 发扬光大 成为一切 超级宗门的希望 正是有临时书 才有三大宗门的规附 正是有临时书 如今本门弟子 在外形之时 才扬眉吐气 身份地位 提高了许多 连说话都底气十足 假如 他是说假如 也是因为自己的 远古走火 此女不敢想了 自己简直白死 莫雄 本门 绝不会放过自己 下场 必然是悲惨一击 何况就算到了 阴曹地府 他同样没脸 却近列祖列宗 一旁呢 长袍老者 羽如亚男子 同样是一脸的 焦急之色 雷炫的身份 地位 他们晓得 虽然修仙者是自私自利的 但雷炫的安慰 却关系着运踪 每一个修仙者 孤儿眼前的一幕 并不能同自己 没有关系 就高高挂起 虽然此事是 因葛师姐而起 但他们 既然就在一侧 无论如何 那是脱不了干系的 这利益 他们心中晓得 孤儿也是 满脸的担心 惶恐之色 比起那 可姓少女 也少不了许多 好在担心是多余的 虽然那印象珠中的 画面 给林轩太大的冲击 但他毕竟不是 普通的修仙者呀 很快就从沮丧中 清醒过来 摇摇头 你不用担心 林某没什么 德大瑞 据言语 三人都不与儿童地 松了口气 律师叔 您真的没事吧 那儒雅男子的脸上 带着 犹疑之色 雷轩刚刚那诡异的表情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绝不是眼花生们 怎么可能一眨眼 就啥事都没了 怎么 林某都已经说过 你却并不相信吗 将我这诗书当什么 说过的话是耳方疯 看了印象珠中的东西 雷轩的心情 原本就糟糕一击 于情于理自然都不会给多嘴之人好脸色看 这是 弟子该死 还请师叔 千万不要介意 那儒雅男子后悔一击 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瓜子 好端端的多嘴什么呀 俗话说 祸从口出 不管师叔从那印象珠里看见了什么东西 那是自己应该多嘴打听的吗 万一真犯了机会 师叔就算将自己抽签炼破 本宗上下 保管也没有人多问呢 那不是死泪白死吗 活了这么多万年 怎么会一时糊涂干出那样的傻事 此事 乃如雅男子心中是惶恐一击 好在林某并不是什么 秉性古怪 残忍施杀的家伙 一去斥责以后 也就不再将此事放在心上 而是转过头颅望向一旁的少女 过世纸 林某有一事想问你 你可得老实实地回答 最有你的好处 然你若是故意隐瞒下什么 林某说在这儿 威胁之意 那已是表露无疑 师叔您言重了 尽管问就是 只要是切身晓得的 绝不敢有分好的隐瞒之意 一定会知入不言 言无不尽的 此女已经自然不晓得 林某打算问自己什么 但她好歹也是 动玄器的修行者 活了上万年的人物 但是眼力还是有的 仅林师叔如此重视 不由的呢 一阵惊喜 说是自己的回答 能让其满意 恐怕一场天大的机缘 就会送到她眼前的 第2715章 白衣宝斋 见对方如此 乖巧 雷雪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表情也好看了许多 你无需紧张什么 只需要肇实回答就可以 林某 习相不是小气的人物 绝不会亏待你的 事实说 见雷雪出言安抚 此女微微低垂下头颅 表情越发地恭敬到极处 既然需要自己好好把握 此女当真 说一点也不紧张 那肯定是骗人的 不过期待的成分更多 没看见吗 旁边同来的两人 此刻就一脸的羡慕 雷雪终于开口了 自己想出 也是从何处都来的 里边的隐蔽 相信方也灵解 知道的人也不多 对于自己的意义 那更叫一个非同小可呀 于情于理 雷雪都不可能视若无睹 毕竟这与那上古的大战 与育儿的身份都有关 只要有一丝线索 自己就要 起而不舍地追查下去 故而当这个问题问出 雷雪表面上瓶颈如故 然而内心身处多多少少 也是有些紧张的 这不是成不成福的问题 观心择乱 就是眼前的道理 七病师说 这印象珠 对的是在青木城的仿石中所得 青木城 雷雪一生 那似乎只是离此数十万里的一座小城 当然也是纯粹的修仙者居居之所 它不论面积还是规模 都并不出众 很少有高阶修士光临此处 印象珠这样的重宝 竟是出自这样一不齐而的小地方吗 雷雪略略有些差异 但余情余礼子女都不可能谎言相亲 这点把握林雪还是有的 于是紧接着询问了一句 此物是青木城所得 那你又是在该城的何处 怎么得到的 回事说 当时也是机缘巧合 弟子在城中购买一些所需要的事物 最后先来无事 在仿石中随意走动 后来便进了一家名叫白宝斋的店铺 白宝斋 这个名字倒是不错 雷雪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怎么 那里有很多宝物吗 不 是说您误会了 白宝斋名字固然如雅 其实只是一家当铺 当铺 雷雪仙是一代 随后又露出了了然的审算来 修监者可以避古 以世俗的标准衡量 更是人人富足 然而真的会如此吗 归根结底 那只是世俗的标准罢了 不错 他们是衣食无忧 金银珠宝对他们而言 更是有如粪土 然而并不意味着修监者就人人富足 世俗的金银财宝对他们没有用处 可修监者自有需要的宝物 精实 丹药 对于修炼有着不同用处的天才地宝 还有灵器 法宝 蓝牙都让修饰也红 然而相对于修饰的数量与需求 修监界的资源显得太过贫瘠了 巨大多数宝物呢都掌握在高阶修士之手 是那些散修以及小门小户的修仙者 日子则过得紧巴巴的 尽管一时无忧 然而修炼资源却是严重不足 于是修仙界也就诞生了如世俗功能一般的当铺 当然这里不是用金银财宝作为交易的 而是你拿出任何一样对修炼可能有用的宝物 估价后就有机会换取一定数量的金石 白宝斋就这么一家当铺 名字虽然取得儒雅 然而规模却并不大 光顾的呢 也大多是一些贫穷潦倒的修仙者 以那可行女子动玄器的身份 原本是不懈进入的 并非那天却太无聊了 或者说某个神经答错了 阴差阳错才莫名其妙的走了进去 所以挑看了那么一些事物 后来鬼使神差的相中这粒印象珠 当时他没有发现此物要如何了得 可以说这一切呢都不够是一次意外罢了 原来如此呀 雷玄点点头雷仗依旧看不出喜怒 那这白宝斋中 你是否还有发现其他类似的印象珠 这事实就不太清楚了 我也是回踪后才偶然发现此物的不凡之处 但事实法力低位 里面究竟有什么事物都无法查看 故而也没有他将这宝贝放在心间 少女老实的声音传出而断 他拿出此物与林轩交换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仅仅是姑且一时罢了 没想到歪打正着 雷之珠竟非常的感兴趣 这让此女懊悔不已 早知如此自己当年就应该寻遍那店铺 如果还能够再找到一两颗印象珠 眼前这场的机缘不就稳稳当当到手了吗 然后后悔没有用啊 把握好现在才是实实在在的 只希望自己回答能让林轩满意 能够顺利的再为自己换取几个问题 此女脸上的表情期待一击 也是尽可能地回答得清楚而详细 此后林轩又问了一些 此女只要晓得的 也都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良久林轩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之策 确定在从此女身上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消息 好了 你的回答也算尽心尽力 这印象珠对林某有些用处 就暂且收下来 作为交换 你可以再问林某三个问题 另外 说到这里 林轩脸上露出了一丝沉吟之色 最后袖袍一幅 一道灵光飞离而出 光滑收敛 却是一小巧的玉瓶映入眼帘 这印象珠 虽然不算什么价值不菲的宝物 但比起林某的三个问题 到底还是要值钱一些的 我从不占人便宜 所以这瓶丹药 我给你 是 谢谢师叔 此女忙盈盈一服 那张被喜悦填满了 这样的结果可比他想象的 要好上许多 不仅如愿获得了三个问题 而且还格外的 还有担要的收获 以林师叔出手之豪宽 送出却应该是没什么 此女怀着喜悦忐忑 小心翼翼地将那玉瓶打开 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飘散出来 将玉瓶翻转 从里面倒出了数粒淡红色的鲜丹 这是 此女一待 一旁的长袍老者先一步惊呼起来 九曲灵丹 此不正是他一时冒进而练肺的那个 又怎么会认不出呢 一时间百味沉杂 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那嫉妒而郁闷的心情不用说 不错 正是九曲灵丹 林轩微笑着确认了 第2716章 化身的众多宝物 此物对于洞玄七修仙者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 然而以林轩身家之附属 则根本算不了什么 他也是偶然听三人提起 于是顺便用此单作为奖励 那印象珠放在别人手里 没有太大的用途 然而其中的隐秘 对林轩而言呢 就是紧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林轩向来不吝啬 这样的大功劳 虽然要好好表示一番呢 星宿上女自然是欣喜一击 忙重新盖好瓶塞 将九曲灵丹收住怀中 同时对林轩亲恩外泄 大力客气投赖 好了不用如此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林卯向来不是食言而肥的人物 现在你有什么问题 不妨可以开口了 林轩抬手虚扶 同时嘴里却是无惊无喜地说 是 多谢师叔 子女又磕了一头 才盈盈站起 最后鹰唇微起 问出了困扰自己很久的修炼难题 林轩听了也是耐心解答 虽然没到植入不言 言无尽的地步 但也没有刻意藏着 子女自然是大有收获 三个问题说得不多 林轩的解释 字字珠奇 子女疾病不能全懂 得都尽量记在心中的 很快 一炷香的时间都过去了 林轩的解答已经结束 子女恋恋不舍 但也不敢再无端地去询问什么 盈盈一夫 最后就与另外两个同伴 破空离开了此处 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 林轩低下头颅 脸上却是整个立丝阴霾之色 没想到三名弟子 来给自己送宝物 一时的耽搁呢 竟然牵扯出这么多意外 把玩着手里的印象中 上古发生的隐秘 自己一定要弄清楚 林轩眼中闪过 丽丝决然之色 看来去青木城一趟 已是势在必行了 不过自己此刻手中 还有许多药物需要处理 林轩并不打算 结束自己闭关的任务 两者看似不可调和 好在对林轩来说 倒不存在分身伐秀 大不了本体继续在这里修炼 并戒练宝物 至于打探消息的任务 就交与化身好了 从这一点就会看出 身内化身的好处 与本体虽有主腑之别 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关系 记忆情感 彼此是可以共享的 永远不会出现差异 也就不存在反噬的难题 假如当初修炼的不是此秘书 而仅仅是高级修饰中 常见的身外化身的话 既林轩使个胆子 也不敢让化身自个儿行动啊 开玩笑 身外化身虽然可以离开本体 但距离与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 否则一旦两者的情感 既已出现偏差 化身就会反噬 拼了命的想要摆脱本体 一旦成功后 还想要将其取而代之 正因为由此彻咒 身外化身神通 虽然也是不俗 然而在具体的运用上面 却是大受限制 然而身内化身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其实也是自己 除了实力与修炼功法 有一定的差异 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 可以放心大胆的 让其出去 打探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 而本体则可以继续修行 继续练宝物 两者都不单个 脑海中念头转过 连续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计划好了 俗话说事不宜迟啊 本来化身立刻能出发是最好的 但林轩略思索 并没有这么做 虽然按理来说 前往金木城查探消息 只是小事一桩而已 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差错 然而林轩的性格 觉得还是事先准备充足 这样较为稳妥 修行界其人意识无数 小心一些 最多不会白费力气 总不至于有什么危害点 把这这样的心理 林轩又花费了半月左右的功夫 以洗身水 将得此中老怪的万魂藩 重新系列一遍 中老怪的宝物其实还有许多 然而林轩眼界之离谱 难而他看重的 其实也就是剑狐 与万魂藩两个 剑狐不用说 乃是老怪物的本命宝物 虽然其中的 玉外天金 与幻音魔花的精华 皆被林轩分离而出 但威力依旧不俗 尤其经过这么多年的激烈 林轩对他 也算到了能驱使如意的地步 蕾丝所林轩 把他交给化身 作为防身之物 至于那万魂藩 更是神鬼莫测 便是本体也看着眼热呀 但一来本体宝物正多 二来万魂藩就属性来说呢 以魔功驱使 威力显然要更胜一筹 于是林轩将此宝 重新系列以后 也归化身所有 除此两件宝物 化身还有在 冰海介石所得到那本古书 以及飘渺真人所留下来的福宝 虽然就种类来说 依旧是有些单薄 但每一样 绝对都是精挑细选的 林轩又怎么可能亏待自己呢 他估摸着呀 有了这些宝物 在凭借化身所修炼的 雪影真魔功 以及其他的一些 不够思议的秘书 实力虽然比之本体 依旧大为不及 但绝对是远远胜过一般的 分神机修士许多 只要不遇见 杜劫级别的老怪物 打不过 但仅仅是逃命呢 决然没有分好问题 这样的准备不可谓不充足 最后本体又 分与化身一些精实 丹药宝物 反正林轩身家极为的丰富 虚袋也不止一个 而是已经有多余的 各种修仙有用的东西 林轩都让化身装上一些 毕竟出门在外 天知道会遇见什么 多准备一些 自然是有备无患的 当然 那拥有充裕魔器 类似于天机府的东西 林轩也让化身带上来 反正留在本体这儿呢 也是没有用的 各种准备已然充足 最后化身施展神通 化为一道魔光破空而去 往着化身的背影消失 林轩叹了口气 不是为何 他心中竟有些不太好的预感 就仿佛化身这次外出 并不会顺利的 一丝阴霾在他的脸上浮现而起 但林轩很快就摇摇头 将这种感觉 或者说心境驱逐出去 虽然他现在的实力 已是通天彻地 但未卜兼之 却还是达不到的 其实就算是先人 也不可能随意遇见 还没有发生的事 所以 心头灵照这种东西 虽然不能够完全忽视 但也实无必要 却太过重视的 那两千七百一十七章 提纯先时 上 那样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心中如此想着 林轩回到东府 如今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至于华山那边 既然已经准备充足 那就没有必要 再去额外地担心什么 对于自己的实力 林轩还是有信心的 就算这有什么变故 华山也足以应付 且先看看师兄师姐 给自己送来什么再说 心中如此想着 林轩袖抛一服 灵光狂闪 紧接着 一口淡银色的箱子 就浮现于眼前了 尝不过半尺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正是刚刚那三位师侄 为自己送来的 急 林轩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点去 就成一个扑起眼的动作 啪嗒一声传出耳朵 那箱子表面的静置 已经被解除了 随后 那箱盖打开 几块黑乎乎的石头 映入眼帘 扎一看并不起眼 然而落在林轩这等 高阶修饰的眼中 却可以看出她的不凡 上面似乎还残留着 一些极为了不起的灵气 不 不是灵气 应该是更高级的东西 然而却与一些 更加古怪的杂质混在一起 如此一来 好好的一块鲜石 也就变成了废物 即便品质再离谱 也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的 没错 眼前这淡银色箱子中装着的 就是废品鲜石 林轩租了的一手 共十二块之多 插解到这一点 林轩眼眸深处 不要得闪过了一点兴奋之色 鲜石鲜石 在灵界 那可当真是了不起 即便对杜吉七老怪物 也是逆天之物 堪称可遇而不可救的 即便拿着一块啊 就足以引发兴风血雨 先前三派林盟与燕宗的纷争 就很好的证明 自己原本已经得到了一块 成品鲜石了 如今拥有的废料 又有十二块之多 如果能将它们提纯出来 心中如此想着 你让林轩怎么能不激动呢 不过高兴一会儿之后 林轩又重新地冷静下来 心识固然不凡 但这废料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提纯出来的 林轩几乎是踏入心道没多久 就拥有了蓝色星海 有如今的成就 一定程度也可以说 是托瓷宝的福 对如何运用此物 自然是早就驾轻就熟了 提纯听着美妙无比 但也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提纯的机会只有一次 若是失败 杂志将发生变异 并且更加的紧密纠缠在一起 从而再也没有提纯的机会了 其次 能够提纯的东西有很多 但不同的东西 提纯也是有不同的难度 并且随着品级的提升 那难度也是逐渐的升高 幸好蓝色星海 也不是一成不变 随着林轩实力的增长 蓝色星海的体积 也在一直的扩展 并且提纯的能力 也在逐次的增强 但林轩依旧有力不从心之感 幸好蓝色星海又发生了一变 其中一部分光点 化为了银色 而这种银色光点提纯能力 可是比普通的蓝色光点 胜过许多的 然而 这一次的挑战非同小可 现实 那可是先家之物 银色光点 虽然了得 但真能将其提纯出 林轩不晓得 心中可以说 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凡事都总要尝试一下 才知道结果 自己若不亲手 试上一试 那怎么会知道 自己究竟办不办得到呢 雷轩肯定是不缺乏勇气的 反正现实的废料数量 足足有十二块之多 这本钱也是足够的 可以让自己冒一冒险了 这算是有舍才有得 但冒多大的风险 应得的 才会有多大的收获 这点觉悟 林轩还是有的 脑海中念得软过 接下来 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深深呼吸 林轩先将 略有些激动的心情 平复下去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提纯对他来说呢 已是驾轻救赎 然而依旧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尤其是这次要提纯的乃是先师 林轩虽一见识广播 但这种等级的宝物 毕竟还是第一次接触 于情与理都不敢有分毫大意 将十二分的精神打起 毕竟即便是废陨先师 在灵界来说 那也是荒世蓝寻之物 若是因为一时大意 让提纯的成功率降低 自己还不心疼死 心中怀着几分忐忑 林轩沉入神石 施展内视之术 登天中一切如故 蓝色星海依旧在登天 深处缓缓地旋转着 平静乌波 若说与以前的不同 就是蓝色星海的最里层 银色光点的数量 与以前相比 已是不可同人而语 几乎达到了整个星海体积的五分之一了 要晓得 与初德次宝的时候不同 整个蓝色星海的体积 早已扩展了千百倍布置 过而银色光点 虽然只占到了五分之一 但那也是极为的可观了 显然这些光点才是提纯的主力 毕竟越是高阶的材料宝物 提纯难度呢 就算面对分神级别的东西 蓝色光点 已渐渐有了力不从心之感 现实 林轩怀疑蓝色星点根本就没有用处 当然了 这仅仅是自己的揣摩 具体是不是还要最终做一番尝试 随后呢 才能下结论的 脑海中念头转过 林轩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因此就停歇下来 而是深深呼吸 开始以神念之力调动体内的光点 这次替春欲擒然相逸 故而林轩对于光点的调动顺序 那也是大有讲究的 排在最前面的 是纯粹的蓝色光点 密密麻麻的白领 甚至可以说是拥挤在一起 没有分好空隙 这也是林轩身体的强忍程度堪比 妖族 经脉的承受能力 早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不得换一名同阶修仙者 经脉中同时流淌出 如此数量的蓝色光点 恐怕早就暴提而亡了 但对林轩来说呀 根本算不了什么 她的脸上甚至不见分毫的 满手之色 而在纯粹的蓝色光点之后 则两种不同颜色的光芒闪烁 蓝色与银色的光点 彼此混合 按照二比一的比例 纠缠在一起 毕竟银色光点的数量呢 还是少的 与蓝色光点混合 则可以起到互辅互成的效果 这经验也是林轩多年的摸索 而且绝对有用处 第2718章 提纯现实 终 而最后璀璨的银芒闪烁 耀眼刺目 不愿说 留在最后面的是纯粹的银色光点 三种不同的组合 无疑 已留在最后面的银色光点 有着最强的提纯效果 但同时 它的体积与数量 也是最少的 自从踏上修仙之路 两千多年来 林轩提纯过的各种材料丹药 数不胜数 但废品鲜实 还是第一次 无经验可循呢 所以才不得不真而种之的 小心的做多种尝试 光点顺着经脉 缓缓的流淌而过 随后聚集在手掌中心之处 看上去 就仿佛林轩的手掌啊 拖着一片微型的星海 没力到极处 而那星海不仅在不停的旋转 而且从林轩的手中 还不停的汇聚出更多的光点 如此一来 他的体积 也就并非一生不变 而是朝着四周 不停的扩大与延展 乍一看 仿佛林轩将体内的星海 用大神通挪移到了自己身体之外 当然 那只是感觉而已 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如今万事都已具备了 林轩眼中闪过利丝一色 突然所掌 快如闪电的向下一番 随着他的动作 一道青霞 从遗袖中激射出来 往那香脏 一卷一裹 一块黑乎乎的 肺隐仙石 就被射到手里面 林轩在屈指微弹 那仙石被灵芒包裹着 如流星 蓄雨一般 闯入了掌心上方的 那片星海 星海的瓶颈一下子被打破 各种光点乱窜 可此杂论无章到极点 其实那只是表面而已 所有的光点依旧都受到林轩的控制 并在他的操控下 极有顺序的进入废品心石里面 提纯已经开始 林轩的神情则专注一击 表面上或许难以看出什么喧傲与不妥 但仅仅过了一小会 他的额头上就出现了一颗颗痘大的汗珠 这第一块废品心石的提纯是最难的 因为无力可寻 全部都需要尝试 这对于神石的要求 可以说是苛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也就林轩神石几乎堪比杜吉奇修建者 否则坏名夫人机修士来到此处 想做这样的尝试 那都没有资格 林轩的神石是构格 但那滋味也不好过 可以说此刻的艰辛与痛苦 那是远胜于剑湖中分离出玉外天金 与混灵魔花许多 根本就是难以用言语描述啊 然而事到如今 再难也必须去做 现实的诱惑便是林轩 乃是无法抵御的 何况他已经拥有了一款真正的现实 深切体会过其巨大的好处 这诱惑对他而言 自然也就是更大的 艰难困苦又算了什么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林轩神情专注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三天对于林轩这样的高阶修仙者 不过是弹指一挥劲 然而他却觉着 难熬到极手啊 林轩自己都不晓得 最终是怎么渡过去的 这天星辰 原本静谧的时事 突然传来一声叹息 林轩眼中难以眼疲倦之色 表情更有几分沮丧的意外在里头 而他的手里则平躺着一块黑乎乎的石头 失败了 历经千辛万苦 到最后还是白忙 新家之物想要提纯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林轩心中叹息 尽管这样的结果 他事件已经多多少少预料到了几分 然而心中的感受 依旧是郁闷而沮丧的 不过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白忙 提纯是失败了 这点不强 然而林轩 由此尝试多多少少 也得到了一些要点与揣摩 而经验 可不是就这样积累起来的吗 所谓失败就是成功之母 这句话 绝不是古人随口说说 而是用无数经验辛苦 一步步正式出来的 可惜林轩尝试的机会并不多 现实哪怕是废料 放在灵界乃是旷石来巡之物 对林轩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他已经浪费掉一块了 不可能将剩下的也全部葬送于此处 故而这次提纯失败后 林轩没有马上紧接着去做第二次尝试 而是离开令工房 返回到卧室之中 一则是伤势修行 恢复消耗掉的神识与精力 三年的时间不过这虚语 但这消耗那可不是一般的道 至于第二点嘛 则是好好思索 这次提纯虽然失败了 但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心得 林轩准备静下心来 好好地理理着其中的思路 若不将其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 失败又怎么可能转化为成功之母呢 林轩躺在床上一边休息 一边整理起思路 要说这收获其实也蛮大的 首先林轩确认了一点 单纯的蓝色光点对于现实废料的提纯 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用途 纯粹的银色光点效果最明显 但相应的消耗也太迅速 若想要靠银色光点将它提纯出 蓝色星海的体积至少要再扩大一圈 不 一圈都肯定不足 按照林轩的预估 大概需要自己进阶到渡劫期 随后才有那么几分把握 虽然林轩修炼迅速 然而渡劫又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到达的 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林轩自己也不好揣摩 总之是圆水解不了尽渴 它不可能傻乎乎的等那么久 好在单纯的蓝色光点对提纯虽然没有效果 它就是与银色光点混合 依旧可以将现实中的杂质分离出 这样可以让银色光点的消耗减缓不少 于是林轩依旧能够看到提纯的希望 只是两种光点混合的比例 不怎么好掌握 依旧呢 需要在实验中一点点的摸索 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雷轩又是神清气爽 沐浴更衣 最后重新来到领工房里 盘膝而坐 吊动体内已经恢复了的星海 最后将第二块鲜石正而中之的取了出来 雷轩的表情严肃一击啊 好在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回不再是完全的无敌方式 多多少少有点把握 不过是否能真的将此宝给提纯出 那依旧是两说 总之尽人事而听天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但雷轩相信自己所有的努力 最终都不会是白费的 第2719章 提纯先时下 第一次提纯先时 前后不过短短的三天 雷轩就从领工房里出来 这就意味着啊 前后不过三个昼夜的功夫 提纯成功与否 就已然有了结果 然而这一次所花费的时间 明显要比上回多上许多 足足半个月过去了 令工时的大门 依旧是分毫动静也无 随后又过去了七八天的功夫 只要 使心分毫征兆也无 一直身风的石门 突然朝着两边打开 一劈头散发的家伙 从里边走出来 正是雷轩 不过短短半个多月呀 雷轩的行貌 近似憔悴到极点 然而脸上的兴奋之色 却是无论如何 也掩饰不住的 他成功了 而这半个月 他经历辛苦 中间更是经历了种种波折 可以说这提纯的经过 简直是一种心力交瘁的折磨呀 但不管如何 雷轩成功了 他摊开手掌 原本那黑乎乎的石头 此刻体态静小了许多 形如枣核 一眼望去通体温润不已 表面的灵芒更是流软个不停 忽明忽暗 此而那光运闪烁 隐隐竟有无数玄妙异常的灵纹 浮现而出 那灵纹好似活物 弹跳纵约之间也并非随意 而是暗含天地法则 竟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 微型法阵似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灵芒每一次闪动间呢 那些符文所组成的法阵 与前一刻竟是迥然不同 仿佛在大须之间 不停的变换 雷轩手掌一翻 又将另外一颗 仙石取了出来 自乃天地自生的灵物 但放在一起 竟被那提伸出来的宝贝 看不出有哪一点相依之处 哦 也有不同 就是两者散发出来的颜色 一翠绿欲滴 一如火焰般的烟红 但这仅仅是表示 它们的属性迥异罢了 金木水火土 即便是仙佳之物 属性依旧没能跳出五星之中 雷转把玩这两颗仙石 脸上满是喜悦不惊之色 要说这次提纯 确然辛苦 然而能够成功 其中运气的成本更重 关键点在于蓝色光点 与银色光点比例的混合 而且这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提纯不同的阶段 那混合的比例 也在一直在变 这对修士的神石强度 也就提出更高的要求来 必须将全局掌握 而且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 都不能放过 要迅速做出应对才可 也就难怪林轩会弄得心力交错了 不过没关系 过程再辛苦也没有什么 如今的重点是自己成功了 仅仅第二次提纯 鲜石废料就成功 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收获 原本在提纯这一块的时候 林轩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打算交学费的 哪知道却有了意外遮洗 林轩心中的高兴可想而知 把握片刻 随后将两块鲜石 小心翼翼的收好 还贴上了防止灵性流失的禁止服录 做好这些后 林轩居然离开了洞府 去附近的一座凡人城池 找了一座最奢华的酒楼 顶上一桌子的好菜 大汁大喝 也算是犒劳自己这段时间的辛苦 修监者虽可避骨 但也并不意味着 就不能吃凡间的食物 而满足下口不知欲 也是不错的 毕竟苦修啊 也该有个度 就像闲崩得太紧 也容易断掉 这道理是一样的 最后林轩又在外游玩 散心了数日 待一切状态都恢复 才重新回到自己的修炼之所 接下来继续提顺的工作 毕竟她的手中的废品鲜石 足足有石块之多 作为一股作气 林轩做事情 向来不会是拖拖拉拉的 半个多月过后啊 林轩再一次 由领工房里出来 然而这一回 她的形容 虽然依旧是憔悴到极点 表情却很难看 失败 经历过一次成功后 第三次提纯居然失败 这林轩事先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归根结底啊 自己还是太小看仙价之物了 每一块鲜石提纯的经验 固然可以借鉴 而却不可能照搬 根据每一块鲜石的不同 这中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异 或许差异呢 并不是很离谱 但提纯本就是很精细的工作 一个微小的差异 也足以带来失败 可恶 在喜悦后 给人泼上一盆凉水 那滋味很难过 好在林轩并不是出入仙道的修仙者 这儿的挫折虽然令人难过 但若是说因此将林轩击倒 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哪里摔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大不了下一次 多吸取一些教训那就罢了 还是那句话 失败是成功之母 林轩并没有因此就灰心丧气 而是在休息收入以后 重整旗鼓 开始了下一块鲜石的提纯工作 依旧是半个月后 见到了分晓 在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之后 这回没有出分好的差错 成功 接下来的过程不用累书 在接近大半年的时间里 林轩什么都没有干 就是提纯鲜石 然而在仙家之物 真的不太好掌握 按理说 林轩先后都成功提纯出两块了 也多多少少摸索出了一些经验来的 但那成功率依旧是没有保证的 有成功也有失败 不过好在到底是成功率要高上一点 总共12块废品鲜石 最后有8块提纯处 这样的收获也算是非同小可乐 林轩心中那叫一个满足啊 再加上原本天地自己生成的那块 林轩拥有的鲜石 一共达到了9块之多 表面上搬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轻 但注意 这东西按常理来说 不该是灵界该有的宝物 而应是仙家的东西 如此来自然是非同小可 别说9块了 一般的杜绩漆老怪物 就是1块乃是别想拿出 可想而知 林轩是多么的富足 当然 那是相对于普通的杜绩漆存在来说 如果是三大散仙 三大妖王 不 哪怕是耐龙真人那儿的存在 林轩也是没办法相比的 台记得数百年前 在古魔界与耐龙真人见过一面 地方乘坐一艘精美的画坊 长数百丈 而整座画坊皆散发出了异箱 居然全部都是用养神木搭建而成的 当初发现这点的时候 雷神经的差点没从画坊中一头栽下来啊 第2720章 真灵傀儡 有没有搞错 养神木 可是修心界七大神木之一 顾名思义 此物有滋养神石的效果 果然修士们趋之若鹜 若能弄到一小节 哪怕是仅有寸序 做成器物随身佩戴 也会有守之不尽的好处 然而即便是这样小小的愿望 亦不可得 可没办法 养神木太珍惜了呀 然而人家耐龙真人怎么着 却将其作伤画坊 七大神木级别的宝物 他也是作粪土 何想而知耐龙真人的身价 哪知到了何种地步 这种存在 雷轩是不敢去比的 但想来自己如今的富有程度 也不出普通的杜杰初级的修仙者 雷轩已是很满足了 毕竟他才分神中心啊 如今又得了九块仙石 那从滨海界 飘渺仙宫所获得的真灵傀儡 也就可以派上庸场了 要知道 这傀儡可不是一般之物 从名字也快听出 最初是想要 他与真灵一较高相 后来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实力也能媲美 普通杜杰初级的老怪物 当然 这仅仅是雷轩在宝库所看见的描述 具体是不是 还要试一试 才能解分晓 原来是没有先识 想试呢 没有办法试 现在嘛 雷轩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假如那描述没有吹嘘 那自己无疑将再添一打助力 甚至说成是最大的杀手锏 也不为过 杜杰期啊 哪怕是初期 也与分神境界完全不同 即便现在的雷轩 才将分身召唤回来 一起对上 依旧是百度生少 想到此处 雷轩的心情 也不由得一些激动了 绣袍一副 一个浴盒飞了而出 巴掌大小 表面人看 并没有多少妻儿之处 唯有在盒盖之上 贴有一张禁制服 雷轩屈指微谈 一道法觉 鸡舍出纸巾 那俘虏也无风自然 最后啪的一声 盒盖打开 以小小的蛟龙映入眼帘 长不过寸序 一眼望去 任谁也不会将他 与真灵傀儡 联系在一起 然而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梁 这道理运用到傀儡之上 也是一样的 雷轩 目视此物片刻 突然一拍脑门 哑人失笑起来 自己还真是糊涂啊 在这儿是什么宝物 小小一个洞符 可容纳真灵傀儡不下 必须呢 重新换一个地方啊 心中如此想着 雷轩立刻说做就做 左手一抖 一道青霞飞出衣袖 将包括傀儡在内的 事物异果 最后浑身轻芒一起 破空 飞了出去 很快就消失了天际 雷轩的顿光 何等迅速 实力到了他这样的等级 说瞬息千里 那也绝不太分毫夸张的 短短半天的时间 雷轩就将千山万水越过 一片广袤无垠的荒漠 出现在眼前来 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啊 别说人烟了 就算是野兽的踪迹 也难以寻觅 在这里实验真灵傀儡 那是何事一击 雷轩将神石放出 方圆数万里 都没有发现任何生灵的踪迹 他抬起头颅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右手抬起 也不见有多余的动作呀 真灵傀儡就浮现而出 当然 依旧是身长寸许的迷你之物 随便从哪个角度看 都没有任何欺而知处 随着傀儡浮现的 还有三粒草荷大小的金石 光运闪烁 红黄蓝 三色灵光 变魂吞吐 显然 这三颗鲜石的属性 那是大不相同的 红代表火 黄则代表 蕴含的有厚重的图属性神通 至于蓝色 不用说 那是代表着 活泼与生命的水属性能量 此傀儡的实力 堪比杜绩初期的修建者 对于能量的要求 自然是很高的 即便现实啊 一颗也是远远不足 需要三颗的能量 才能够完全驱动 好在对属性倒是 没有什么要求 甚至可以将 不同属性的 现实混用 也幸好如此 否则就灵解来说 想要凑够三种属性的 现实实在是 太免为其难了些 也不太现实 而根据现实提供 法力属性的不同 此傀儡 也能够施展出 不同的神通 雷神手里 拿着一枚玉筒 里边对于真灵傀儡 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 此物原本就是 飘渺星宫的 另一位创派祖师 穷其心智 更花费无数 逆天材料 炼制而成的 作为制造者 对此傀儡的各种情况 自然是能够做到 如如家人来 急 林轩一直向前点去 随着他的动作 那三枚不同颜色的 惊实迎风一闪 竟迅速已急地 缩小了起来 仅仅续余的功夫呀 就化为了 米粒大小之物 不过体积是缩小了 没错 里边所蕴含的 心灵之力 却是没有 一丝一毫的衰减 而且 绑如活物 如流星续雨 自己向那真灵傀儡 飞了过去 噗 有些沉闷的声音 传入耳朵 那三颗鲜石 居然被此傀儡 完全地吸纳进去 就仿佛两者 根本就是一体 噗 本本晴朗的天空 不知为何 竟一下子暗淡下去 苍穹竹梦 耳比搓电弧 如银蛇乱舞 将这黑压压的 苍穹刺破 那米粒大小的 真灵傀儡 已经消失了 此刻头顶的天际之处 就以恐怖的威压 轰然而落 那威压是如此的 非同小可 即便是林轩呢 在那一刻 竟然也有了点 感觉呼吸不畅了 窒息的感觉 证明了头顶内物的可怕 也就林轩了 惠名同阶修仙者 恐怕就连法力的运用 都会感觉到 迟迟不畅了 如此声势 让林轩不禁烦息 深深呼吸 一层灵芒 激热出他的身体 随着此动作呀 所有不适的感觉 都消失了 而天空 却越发的 阴沉无比 一大片乌云聚集 闪电的刺穿 也越发的密集 轰隆隆的雷声啊 不停的传入耳朵 突然 于那耀目的银蛇之中 两斗鸿芒亮起 就仿佛两个大大的灯笼 高高的悬挂于天际 然而却比灯笼要大得多 也更加的亮丽 同时 那向下的凝视中 竟然投射出了一股 令人心悸的 威严气势 林轩也不由得倒些口亮起 居然 针与针笼 有那么几分相似 实力固然是远远不及 但这出现的场面 还是很震撼人心的 彪悍是唯一的形容词